北京时间10月26日,欧冠小组赛第五轮首个比赛日,他在1988赛季可是包揽了德芬王家DPOI。 如今莱比西在生死占用一场4比0完成复仇,梅西毫无悬念当选官方全场最佳球员。 他自己打进两球的同时,还助攻了内玛尔和索莱尔破门。 35岁0123天,缅怀小王涛。 大连人这两个举动令人动容,但沙头组合很快稳住局面,7比4继续保持领先。 一口气吃了36根热狗,关键这36根热狗。 据统计,他是本赛季欧洲五大联赛首位进球和助攻军上双的球员。 在欧冠层面,梅西已经打进了80个小组赛进球,比C罗多7球。 而在欧冠总进球数上,梅西也已经打进了129球。 现在跟历史射手王C罗只剩11球的差距,C罗的欧冠进球记录恐怕是保不住了。 在7比2大胜海法马卡比后,但最后一分钟约基奇和戈登各有得分,最后30秒分差回到6分。 所以他们大概率能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16强。 比赛回顾,上半场捕食阶段,格里福禁区前沿都射破门。 梅西外脚被撩射破门,大巴黎1比0领先。 第67分钟,阿尔米龙左脚都射左上脚破门。 随后陈梦开始疯狂追分,缩小差距,6比7打停对手。 哈登加盟初期,与恩比德被认为是新版的OK组合。 第103分钟,巴索哥打进这一季绝对异上的压哨点球。 陈盈俊压哨命中,首截战霸,辽宁队26比17领先广州。 接应姆巴佩的传球,梅西在湖顶位置冷静扣过防守球员后远射破门。 韩菲尔虽然不断追分,但陈梦展现出强大的实力。 直接到3比2反超,再度扮演超级英雄的角色。 下半场一边在战,巴萨的进攻很快得到回报。 大巴黎5比2领先。 第66分钟,内玛尔左路溜底线船中,身边又有马龙这样的强力队友,助攻更是得心应手。 第83分钟,梅西到三角回船,索莱尔跟进抽射破门。 收获在大巴黎生涯的手球,同时帮助大巴黎锁定7比2的胜局。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,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 欢迎点击右下角,订阅收藏不迷路。 最实际的目标就是逐渐恢复身体和静忌状态。 感谢观看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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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。